廉假结束了 今天是上班日 台北市的副市长黄珊珊透露 北市新增了45例确诊 现在要想办法来加开筛检站 另外一方面就要来看到 新北市长侯友宜则是喊话中央 他认为防疫的政策是需要再调整的 要让无症状或者是轻症的确诊者 在家里头被照顾 然后把医院的医疗量能 留给了中重度的患者 好 今天是廉假结束的第一天 是上班日出现了疫苗的强大潮 原本没有预约接种的民众 在今天一大早就出现了很多的民众 排队打疫苗 有的是因为公司规定要打第三剂 有的则是因为很担心疫情升温 独家直击竟然出现了这种 夜间的赏屋团吗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到底是由网红来拍片 还是这剧组选在夜间勘景呢 台中这一栋透天明宅呢 过了晚餐的时间 经常会发现说有房仲 带客户来看房子 曾经呢一次还来了 多达有二三十个人 讲话的声音呢 大到干扰了邻居 还有人发现呢 这一楼的卫浴也没有门 地平呢也只有6.6平 让当地的居民直言 说怎么会有人在晚上看房子呢 而且人还多到 走路呢得要闪 台中这一名旅客呢 到台南来游玩搭乘公车的时候 疑似呢是没有确实地按下了下车铃 所以呢公车过站之后呢 这一名旅客很不满地开始抱怨了 他跟司机怒呛说 台南绝对不会发展 下次会来才有鬼 还怒批说呢 这台南比不上台中 而最后呢 这司机把这段影片呢 抛上了网路了 认为自己被这样对待呢 感到了很绝望 很多民众呢所以纷纷地为这一名问奖呢 加油打气了 认为富人不应该情绪勒索司机 而且呢当时您可以看到影片当中 这一名富人呢还不断地在公车司机的旁边碎碎念 已经影响到了行车安全 俄乌开战以来 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首度对联合国安理会 发表视讯演说 泽伦斯基呢控诉俄军在基辅周边犯下的残酷战争罪行 就像是恐怖分子一样 批评了安理会毫无作为 应该呢将俄罗斯除名 不然就干脆解散 俄罗斯在不查证涉嫌犯下了屠杀平民的战争罪之后 引发了国际谴责 立陶宛率先开第一枪 宣布关闭俄罗斯领事馆 而波罗的海三国呢都对了俄罗斯采取了强硬的态度 欧盟呢则宣布要提出第五波的制裁 金额超过台币六千亿 好如今呢俄罗斯的军队呢在乌克兰大量的建筑物上 如果呢您看到打上了V的这个字号 这个V的字号呢就是俄军用来确认 他们的军队呢已经占领了这个区块 而CNN的记者呢也深入到了基辅的西北部的小镇 这一座城镇呢叫做伯罗江卡 在开战之前呢大约是有1.25万的居民 俄军呢一再的声称说他们不会针对了民众 显然是完全在说谎 因为呢当地部署了大量的火药 像是民宅跟公寓大楼几乎都被摧毁殆尽 重点回到了台湾曾经呢荣获了国际建筑奖的云林北港天空之桥 很特别的清水膜的造型呢是热门的打卡景点 但最近墙面上呢竟然被人用了红色的奔漆来涂鸦 甚至呢上面还画了猪头 台湾市有民众呢为了要庆生定制了这一颗 要价2000元的白草莓蛋糕 由货运平台的人员呢到店里头来取货 还特地不选择是机车 加价升级成了239元的汽车配送 想不到呢蛋糕送来之后还是被撞坏了 指控平台呢以蛋糕没有冷冻的理由不赔偿 而现在呢消保官则认为 业者应该要明白商品的性质 如果没有注意的话就应该要负起赔偿责任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罗志强宣布要参选桃源市长 前几天他接到了党主席朱立伦的劝退电话 罗志强呢当时就回应说延后五天再宣布 果然呢在今天正式召开了记者会 那么要辞台北市议员吗 罗志强呢则是回应说再给他一些时间思考 疫情快报是桃源呢出现了10例的本土个案 对此桃源市的市长郑文灿最新表示 这10例当中呢有9例是居隔阴转阳 另外一例呢是北市的转移案例 而另外市政府同仁呢今天裁剪的部分 一共有15000多人的快筛都是阴性 最新的吉时快报也提供给您 好再来就要来看到了清明廉价呢 放了四天确诊的人数呢天天过百 现在很多的企业跟公司呢 拉高了防疫的规格 像是新北的食品厂呢就规定员工 必须呢要打满了三剂疫苗才可以入场 如果呢是因为第二剂比较晚打 还不能够打第三剂的人就必须要快筛阴性 而台湾大哥大呢除了实施居家办公之外 同样呢鼓励员工要尽速的施打第三剂 虽然说现在的疫情很严峻 不过要来看到5号的清明廉价收假日 澎湖机场呢一下子就涌进了有上千名的游客 等着搭机返台 甚至呢因为班机还多有延误 让旅客们抱怨连连 就连澎湖人呢当地人都说了 这么样的情况跟场面比过年还要夸张 酒驾肇事为什么最后进研判无罪呢 去年这一名驾驶呢在桃园跟一辆一饮车发生了车祸 而当时这一名驾驶最后的酒测值是0.20 减紧呢所以回推了酒精的代谢率 认为这一名驾驶呢应该是上路的时候 这酒测呢就已经超标了 所以将它起诉 不过呢法官认为这么样的回推理论呢 缺乏了科学的实证 加上呢也说检方的举证不足 所以判无罪 马来西亚创作歌手黄明志 经营了YouTube频道13年 拥有了300多万的订阅者 不过突然呢爆出他的频道 疑似遭到了俄罗斯的骇客入侵 所有的影片消失 而频道的名称呢还被改为俄罗斯脏话 辛苦累计的60亿的点击也全都没了 让他气得拍影片痛嘛 许多的粉丝也很担心这位昔日的秀场天王林松义 今年高龄已经81岁了 怎么会突然看不见 所以开刀了呢 最近呢有两部很热门的韩剧是 社内相亲 以及25 21 收视率都超好 就在现在的最新画面 是有24 hours field的提供 目前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及时影像 再来又来看到南韩的军事网红 里根大卫在网路上呢透露自己 前往了乌克兰作战 不过呢遭到了南韩的网友认为是在博版面 而如今乌克兰的国际军团证实 里根跟部分的韩国人正在进行秘密的任务 更首度曝光了 里根跟其他民兵的合照 独家之急这辆一影车呢 差一点卡在了台北转运站旁边的天桥底下 是昨天的这辆一影车 它经过了市民大道跟陈德路的路口 驾驶呢没有注意到限高 差一点硬闯 一度呢还造成了交通大打劫 而驾驶呢跟警方公称 说是因为不小心路况 才会差一点点撞上了天桥 最新消息 台北市大安区金华国中传出了 有一名教师确诊 向方采取了预防性的停课措施 一共四个班级的学生 办公室教师 暂停到校改采线上教学 受到影响的学生呢 大约有120人 另外呢也是最新消息 民众党上个月的月底呢 在台中举办了华山论坛 党主席柯文哲 在会中脱口罩唱歌 台中市长卢秀燕有了最新的宣布 将会开罚柯文哲3000块 35岁的韩国男明星金轩虎呢 以夯剧海岸村恰恰的红颁奖 登上了事业高峰 不过呢却被前女朋友 爆出了私生活的争议 虽然说后来呢洗刷了冤屈 但是呢他让自己沉淀了一年 而最新的画面曝光 屏东有渔船呢 提前捕捉到了黑尾鱼 是琉球级的渔船 荣鱼满号 在5号呢意外地抓到了一条黑尾鱼 而渔船呢在今天凌晨 火速开回了东港 经过了上午的检验 黑尾鱼超过了180公斤 却认为是屏东今年捕获到的 第一尾黑尾鱼 我们的独家报道 是高雄有一家便当业者 在外送平台上有三个商号 三月份的款项呢 应该在三月25号就要收到 但实际上却没有入账 业者呢询问了客服 汇款日期一言再言 业者不排除要提告 而求证了外送平台 业者说是汇款资讯有误 将要协助修正 而针对了客服没有沟通清楚 他们也感到抱歉 台中一名旅客到台南游玩 搭公车时 疑似没有确实按下车铃 公车过站 旅客呢开始抱怨 说这个台南绝对不会发展 下一次会来才有鬼 之后呢 司机把这一段影片呢 曝光到了网路上 认为呢被这么样的对待 自己也很绝望 不少的民众的留言 替他加油打气